小朋友们开心在足球场上奔跑 大玩特玩 把上课考试全抛在脑后 因为这个月是北市儿童月 北市府宣布国小以下公私立学校 可在四月份的其中一天 上课十分钟 下课四十分钟 学生们全嗨翻 有没有很开心 有 大家可以下课很多分钟 会玩很多东西 还可以在跳巧屏上看书 头戴安全帽踩着脚踏车 骑乘S型越过一个个三脚锥 又要是坐上防震体验车 教导小朋友们地震来临时 该如何应对 之前在别的地方我做过很刺激 他可以学到什么 地震时要怎么逃跑 小朋友他们在一个快乐的情况下 也要能够居安思维 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尝试 跟一些技术都能够运用得到 北市大家国小选在其中考 结束这天规划一系列闯关活动 希望能让小朋友们在享受趣味 同时也能学习到平常可能遇到的 方寨知识 继续黄明俊 陈教人台北采访报导 港人票选自然美景 第一位港版威里斯 大鱼山大澳 这里有自然景观 也是香港最古老的渔村 有连绵的水上捧屋 居民以小船穿梳 或是酒狭小的木桥 是香港少有的邻近 低污染的生活居所 更重要区内也有不少特色美食 大澳生产咸鱼 虾酱 不方便买回家煮 也可以现场吃 一般来说来大澳都是会吃 我们虾猪饼先 主要地道的食材 虾糕 虾酱在这里 票选第二的是元朗夏白梨 这里有最美日落 也有沙滩及红树林 附近的流浮山还可以吃海鲜 老是一羽的城市景观 尖沙嘴星光大道大热当选 这里有红星的打手印 也有美艳芳 李小龙的树像 再加上维多利亚港的景观 日雨夜有不同的特色 第二是香火最鼎盛的黄大仙 是香港人祈福及囚签的首选 也是华人地区游客 房港参拜最多的宗教场所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男子没戴安全帽 骑机车来到美艺宅前面 先是探头看屋内 确定没人之后 走到旁边锁定门口的整袋蒜头 这时候热情的小黑狗也跑出来 看到小偷把蒜头扛上车 还对他摇尾巴 目送着机车扬场而去 让主人看傻眼 团队大家刺 还有一次车扔到 还有车扔到 车扔到车扔 车扔到车扔 花五万块去看 不少民众会把收成的大蒜 放在门口晒干 重达三十斤的蒜头 市价将近两千元 每人看管 我觉得任何人都是很有商议 我谁是拐到小偷 我只会塞 警方很迅速在报案三十分钟后 把蒜头找回来一棵都没少 嫌犯说是缺钱花用才会铤而走陷 这一根四五十根 这如果用车扔 我就要不是这不少人 窃案层出不穷 几天前还有窃贼 挑半夜的时候来偷 蒜头农仍然自为 县福表示 今年蒜头的价格 比去年还要好一些 失算一斤三十到四十元 风干后的蒜头 一斤可以来到六十元左右 当地警方已经启动 互算勤务 避免农民损失 记者 廖命令是新李云杰 与您报道 Chad GPT问题百出 立委炮轰花两百亿公筒 成立的数发部 不但治安问题没搞好 面对Chad GPT的问题 还狂甩锅 立委直询狂轰十三分钟 只见站在旁边的数发部次长 眼睛越来越小 不知道是不是在孟州宫 你这不是荒唐吗 你还理直气壮 刚才你在回答 这个审发会委员的时候 当他在讲说 这个意大利的部分 欧洲的地方 Chad GPT不能用你 再看一次 次长眼睛快眯成一条线 已经不知道是在打盹 还是纯点头 连看的人都觉得 点这一下脖子好痛 立委的质询 不知对次长 是不是变成五子天书 当立委继续问 他似乎已经在宇宙放空 你数发部的组织法 第二条里面是规定 是干什么的呢 次长不吭声是吗 我不知道 我也要回答 我不知道是不是 刚跟周公泡完茶 问题实在没听懂 网友狂嘲讽 哇就擦嘴巴眉毛泡了 质询睡着了 比吵架还夸张 这个人要拉去咽个血吧 这很正常啊 因为整个民进党政府 完全藐视国会啊 他会做出这种 度估的状况 有什么稀奇的 因为他根本你讲什么 反正我也懒得听 反正我老板就是照我 我就是做到 做到我爽为止 如果不把民进党 赶下台的话 这种情况只会 变本加厉 执政党的大官们 背讯不是呛立委 就是很想找周公 这就是人民的公仆 我们的财政副 记得 谢宏鲁徐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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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